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来Wafi 做我们的嘉宾Wafi 你好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上证指数收报3174点升10点 而深正城市全日收报10671点升37点 创业版指数收报1830点跌3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全日收报31541点升419点 国企指数升199点 收报12544点 而大肆成交金额全日是1060多亿元 接着就和Wafi谈谈香港的市况 年升6日之后恒指今天继续维持升势 亦收报在31500点流上 成家亦都多了一点 上升1000亿元 市场气氛就好像好一点 但是这个星期其实也有很多大事发生 恒指还有没有力再上呢Wafi 当然暂时的小时仍有力再上 因为毕竟过去都扎了很久 31500至3107 那你见到过去几天 特别是上星期四开始 突破这些位置之后 你见到暂时都是越走越远的 就是3107 那变上我觉得如果这番后市 只要不下这些位置 当然有条件状态可能是高多一点 但是当然上到什么位置 你说暂时望着3万2这些位置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正如你所说 今天星期其实多事情会发生的 当然暂时整个市场气氛 对这些事情的发生都看得偏正面 如果不是今天有时不会这么犯法 但是始终很难忽视 会否突然有什么变数 所以如果看好也好 我觉得短线多看几百点先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特别今天星期发生的事情 一来当然比较大一点的事件 都围绕着中美贸易的因素 而特别今天星期也是这件事 你见到特朗普和Twitter的发文 又是令到我试图再炒一炒气 如果是星期尾回来 当中美贸易会谈有些穿好一些进展 这当然更加有利益整个市场气氛 这是当然第一个人留意的地方 而以来当然大家经常讲一下腾讯业绩 当然暂时腾讯业绩 它仍然是很50-50 所谓的50-50不是实质的数目不行 是大家怎么解读是很50-50 这当然有个可能左右的因素 但以近日腾讯股价偏强一些 好像现在慢慢有乐观一些 以这样计算 对整个市场又会有正面推动 而除了这两件之外 其实大家也知道明天回来 MSCI 明天早上 就会公布新闻A股的名单 这个都会有利回整个 假设明天回来之后 我觉得大家都会在整个市场里面 找相关股份再去追逐 所以形成港股来说 也有些力可能再试高一些 所以拉运来计算 三万二是第一个目标 如果破到这一位 兼且到时来说最主要的成交 如果能够再多一点 那升势会再强一点 特别以昂贵的6天 虽然弹了1400-1500上来 但其实成交都不是很一千 今天比较好一点 刚刚过一千 上星期都是一天比较过一千 但其他都是九百几百几亿 所以拉运来说 其实动力暂时又不够 你说可能一千多成交到 可能在三万元上到三万一千多 那仅够力可能推上去 但如果现在三万一千多 或者三万二之后要再推上去 那成交表面要再多一点才行 所以要看之后的成交 可不可以放大 例如1300-1300这些位置 当然不要要求太高 不过1500-1600 暂时是难一点的 一步一步上 但能够去到1200-1300 也意味着动力会更强一点 所以我觉得后市来计算 除了看那些个别事件发展之外 那整个市的成交都要有关注 但毕竟现在市打一打 势头上也要好一点 暂时要找到三万二千 干完大市之后 就想和Wafi说今天 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就是瑞星科技2018 今早上年经升超过4% 几乎是最好蓝筹 对 谁知道中午公布完业绩之后 看到它的首贵盈利 超过11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助大6% 每天就差过市场预期 出了业绩之后可以说挨沽 跌超过6% 最低见过113.6% 全日就收报115.8% 跌超过5% 今早其实都还在说 有传苹果今年9月 会出四部手机 还在想会否可以 憧憬一下瑞星的前景 但业绩出来之后 是否大家都对它的看法 会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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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所谓的失望地方 当然个别数字比预期 可能再没那么理想 是 因为这样说 今次业绩预期没有那么好 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增长 其实本身大家有点预测 因为刚刚去年开始 瑞星在做产品结构转型 弄了新的产品 原来预测一两个季度 业绩会相对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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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但是说真的没有遇过 今次的大税也好 或者毛利率也好 比预期再削一些 一方面毛利率 当然跌大家刚才提到 有一个转型因素 但没有遇过一跌跌 超过3.4%的百分点 跌到3.8% 突然跌穿 大家经常讲到40%的位置 所以毛利率方面 未必是那么敢理想着 之后可以提升 可能要过多几个季度才可以 因为随着新的产品 真的慢慢有个 可能多一点的盈利 才能帮到毛利率 否则有机会 在这一季、第二季 可能再偏弱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会审慎地方第一点 而第二点来说 就是整个大数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譬如顺利升6% 而顺利率 按年跌零点几的百分点 虽然好像不是跌很多 但其实也讲过一点 就是为什么不是跌那么多 因为当中涉及到一些 譬如税务的交税交少了 甚至乎一些 投资公安值的变动 更多了 令到一流一回 令到顺利率 跌幅给上面 譬如税前利润 那些少一些 但这些大家都知道 就是税务交少了 或者是投资公安值的变动 其实就不是什么实质的盈利 所以大家又会觉得 其实都不是这么理想 这两个大数 都令大家打了个凸 而三里就 刚才看到 做一些新的产品结构 特别是升学产品那边 都开始做SLS 这个平台新的技术 其实开始在投资产 但就未有这么快的盈利 这也会变少半销钱的介入 形成的无理 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再加上光学业务 大家经常说的 晶圆的玻璃 虽然产量是不错的 但也看到佔首季的收入 只是下跌了百分比 其实也不是佔太多 所以这两个新的产品 新的业务 究竟何时可以带到原来 回来呢 可能真的是第三 第四季才有 都不出奇 所以暂时计 可能第二个还是偏弱 以照大家对半年的看法 其实可能是心神的 所以重视下 苹果新手机也好 其实对随声 没有特别大炒作 虽然暂时我小 可能会在这些位置先反复 但是下面来说 可以看前一个低位 大家放在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不穿的 都还ok一些 但如果穿了的话 可能还要反复试一试低位 大话表 可不可以说 和堤不同病 和人不同命 因为你见到 水星就是这样 但是信羽 今天就是表现最好的南筹股 完全两边的走势 都很过意 同样地 都很简单 大家如果要看这个板块 是否要选择 其实都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只是选择这只信羽 其实都是 因为 一来 虽然两个 就经常讲龙头 但今天你说 但一来整个板块 本身 反正反正中兴 只是这个中兴 大家之后觉得 华为可能没有事 对信羽更加大的带动 主要客战也是华为 而二来 经常都说 信羽的技术一定是高于其他几间 你特别看到最新的出发量数据也是 还能保持 所以你说 无论整个大环境 当然大环境这个再有不确定 之后会转叉 大家都不知道 但撇除大环境的数据 只是以个别公司自己本身 基本质素上看 信羽没有差 或者更加之好 所以要选择 这个板块经常都说 只有这只可以选择 然后瑞星都很满满的 或者不是满满的 之后可能好的 但至少这一季面 现在这一刻 而优太更加不用说 太差了 所以其实 还在下跌 所以你选择下去 其实真的只有信羽可以选择 但你预算了 可能还是因为 刚才说到大环境的数据 比较转一点 所以可能这一刻 有些新的准备 一是可能中线一点 不然就纯粹短线上流 为主会好一点 看到信羽今天 全日收报153.5 升超过11元 升近8% 刚才Wafi提到的 优太科技 今天跌近6% 在6.62 然后再想和Wafi 讲另一个版块 就是劝商股 找到我们的劝商股 因为A股 会在下个月 6月就正式入魔 加上CDL 有望在年中啟动 或者可能会吸引资金 流入A股市场 到时大家都相信 浪地的劝商股 就可以受惠 看到相关股份 今天都有些炒作 特别是中信政券 6030 今天全日收报20.1% 升压近6% 而中金也唱好 就说中信政券 就是在行内的龙头 相信收入油望水涨船高 4月份的正利润 已经录得2.3倍增长 对他看歌线 看到今天一支大洋烛 就抽了上来 你现在还有没有水位呢 还有没有什么原因 令到这个版法 都升得这么急呢 当然刚才你提到那个人 所以整个版法叫你好了 因为本身就弱了很久 因为A股又不是那么好 今天也说了 他们的做经纪业 没有什么利润赚 所以就弄了很久 变相到这一刻 随着A股入魔越来越近 大家都会觉得 可能多些钱 会留在A股市场 自然对这个券商版法 一定是有些推动 所以第一点 整个版法 今天做得偏好 也是这样 而特别 为什么中信政券特别好呢 其实因为今天 也看到我们的消息 就是富士康 回国A股上市 都正式获批 而这个有一个特别性 始终它是第一个 叫获批申一个国手企业 即是要留意更多 到国手去申请上市 这个都会有利整个内地 IPO市场 而大家都知道 IPO市场 是有个不错的发展 自然会联想到中信政券 因为以这么多券商股来说 它是IPO企业 即是一批IPO业务来说 占比最多的其中一只 其他反而 譬如637 或者是686 这些 相对经纪业务 多些 所以中信政券 相对会受惠 多些新股市场那边 所以当时有些消息 也是给它 我觉得如果这样看 即是它的势 有点突破 我觉得如果这一刻 能够 可能继续站稳 在大概十九个半 这些位置楼上走 我觉得楼了这么久之后 其实有条件 走回差不多三元楼上 可能试回之前的订位 也不奇怪 所以我对于 这一刻还有货 不妨可能再继续一继续 但是当然 技术位是这样 看这几元 但是是否即时到 未必的 以往的势来说 就要有个 慢一点的心理准备 好 还有点时间 跟Wafi 讲中国生物制约 1177 今天曾经最高 见过19.42 创了上市的新高 中信制约接连 获大行唱好 美人未想 最新就升了 目标价去到24元 而日前也公布了 旗下附属公司 研发的抗种瘤化学药物 获得这个注册和批件 意味着这款新药将会正式上市 其实见到那些药股在这段期间都很强势 如果给你了 你选择的话 你又觉得这款1177 是否值得选择呢 当然这款是强的 因为最主要强的 盈利是强 就是比较好 最主要 特别之前业绩交流功课之外 其实近期都准备很多 譬如新药的消息出来 大家对未来的盈利的前景 看得是比较正面 所以从基本因素 当然这款是可以考虑的 其他指引来的 甚至都是做一些上流业务 研发为主 变相这些都会多受国策的推动 但是唯一一个担心的地方 始终真的累计升值幅度很多 当然你说 可能你从走势 或者从大家短刷那里来计算 你尝试是最 不排除还有水位 但是如果说真的 你可能想差一点点 现在先考虑上车 从估值上去说 就真的略嫌是贵了 但实不像这款药股 好像这个版块 整个版块都强 但它升得特别多 所以它的估值是再贵一点 所以我不是说它之后的盈利增速不行 而令估值不可以拉底 但如果现在才上去 我觉得迟了一点 如果你有货 就当然保持住 正如那细节那么漂亮 但未有货 这些位置就迟一点 我觉得反而等它 可能有机会 回回一点点 因为其实整个版块是强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今年也做得好 其实是借着回 可能就考虑上车 所以有机会回回 可能借近去到18元以下 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中社部署 只要后面来计 不穿50天线16元 我觉得你目标价 定下什么位置 可以慢慢看着先 好 看见中国新闻仔 转日收报19.16元 升约4% 好 谢谢Wafi你的详细分析 都和你申报了 刚才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有没有持有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